謝國良 在罷免開始他們姿態都很低 總之希望說 火燒不起來最好 那開始也的確 連署了半天好像就兩萬五 到了民進黨三個市議員 說我們服務署也接受連署 然後聯酋常跑下來以後 突然從兩萬就變成四萬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有人懷疑說奇怪 怎麼你們三個四個一下來 連署是不是增加那麼多 那個連署也沒有問題 因此引起懷疑了 那謝國良他現在說我打市政牌 用市政牌講我的政績 那實際上林佩祥委員告訴我說 實際上謝國良幾個月以前就開始做了 他就料到會有這一天 他一個禮一個禮開座談會 每天晚上去跟不同的禮開座談會 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是沒有效的 你直接跟禮民訴求 直接跟禮長訴求 那另外5號說會送四萬份 要罷免他 那因為立法院不正在吵那個選辦法修正案嗎 謝國良所以不是為我量身定做 其實那個法真的不是為他 跟他是無關的 那另外呢 新黨也發起要罷免于北城 說黃復興很生氣怒嘲澎湃 黨籍非武 退降都出手了 因為退降去于北城 大家覺得看他不順眼 那游志斌就出來說 罷免于北城連署超乎預期 本來大家認為不太可能的 但是呢現在不知道 那于北城說我的聲音越大 解放軍打台灣的力量就越小 這也垂牛過頭了 那另外呢這個吳宗憲說 嘴炮不是自私武器 老公就怕你了嗎 我覺得坦白講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最倒霉的人就是謝國良 就是說你看他跟大日 他在內特的這個案件上面 他在法律上面他贏了 他站住腳了 結果沒想到在政治上面 遇到這樣子的一個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蓄意的操作 因為坦白講 我們先討論 剛才在討論的這部分 為什麼今天立法院會炒成這樣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這整個選辦法的案子 一開始民進黨是 吳炳瑞是有他的提案的 就像剛才佩軍所提到 吳炳瑞有提案就是說 就是說在連署上面 你的如果作假罰 罰則要比較嚴格這些 這表示說真正從討論一個 中華民國制度的這個角度上來講 那這些所謂的 針對法理上面的這個討論 就是大家應該要做的事情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吳炳瑞後來一提案以後馬上撤案 他讓這個議題燒起來 然後又撤掉 撤掉以後 今天所有民進黨的人的講法是什麼 每個人都在講說什麼 鳥籠罷免 以後就沒有罷免案了 謝國良這個罷免案是以後 這個可能是中華民國最後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明明可以在制度內裡面 去做一個良善的正常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的時候 可是你吳炳瑞一開始進入這個部分 然後後來自己又把它撤掉 撤掉完以後就完全進入政治操作 這樣的一個階段 所以這看起來我個人看起來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政治攻擊 民進黨刻意的把這個 選罷法的這個案子 跟謝國良去連結在一起 但是這東西跟謝國良 一點都不會適用 然後你做這樣子的一個連結 那現在然後呢 同一時間幾個議員加入聯署 這樣的一個狀況 突然罷免的分數 就從2萬多跑到4萬多了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我自己是很期待 就是看到說接下來審核這個時候 到底會審出個什麼狀況出來 這多出來的這1萬多份 到底是怎麼來的 可是我覺得回歸到國家的體制上來講 我覺得我們三黨 大家都講清楚一件事 如果今天大家都認為 就是說選罷法應該要修 好 那其實坦白講 那既然跟謝國良沒關係 那該修大家就修嘛 那你民進黨也不要說 把這東西惡意連結到那上面 然後去做這些部分 大家要討論就討論 過去很多民... 過去國民黨在少數的時候 民進黨有很多霸凌的案子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在委員會裡面 包括講我們現在的市長 他也是用所謂的這個意識 一致尋答一致尋答一致尋答 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體制內的這樣的一個方式裡面 去做所謂的政治攻防 但結果你們今天在做什麼 你們今天是用一個體制外 破壞制度的方式 破壞民主的方式 來做所謂的這個意識攻防 這對民主其實不是好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上面 坦白講謝國良是很冤 但是這裡面我覺得也是在 也是在測試一件事情 就是說台灣的民主走到這裡面 他不能讓情緒去做完全的驅動 如果一個案子連法律 連法院都已經判下來了 然後你還用這樣的一個理由去罷免人 然後這樣的罷免案居然還成案了 那我真的不知道以後的政治 到底要怎麼樣走下去 因為那完全就是情緒 已經跟法律無關了